书馆开书啊,咱们继续聊天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个霍吉斯 虽然在小河卓的营中随军参赞 可是啊,他和自己在乌石城当城主的儿子 莫兰帕尔啊,一定总有书信往来 于是这仪儿两个呀,就定好了计策 给这小河卓呀,摆下了一个红梅艳 哎,可是啊,这样小河卓识破了 说识破呀,也没全识破 这小河卓对他们也算是起了疑心了 事情闹到了这种地步啊 城上的人自然是不会放小河卓的大军进城 就在这双方僵持的时候 这霍吉斯啊,竟然在小河卓 以及这小河卓的合庸重将 四千五百名的士兵的眼皮底下呀 使用了一招啊,叫巧托牢笼之计 大摇大摆的就走进了乌石城 进城之后啊,窟窿光荡,城门紧闭 吊桥高悬,这小河卓货战 眼睁睁的就看着这个老狐狸啊,就进了乌石城 这会儿小河卓在想攻城啊,不敢探了 一啊,是这个乌石城的成员高大 二呢,如果这会儿清朝大军在后边碾压上来呀 那就让人两家儿啊,包了饺子了 谁呀,也别想跑 于是这小河卓只好带领着自己这四千五百名陈回啊,愤愤的向这个叶尔枪方向撤退 这会儿啊,这霍奇斯啊,已经登上城楼了 看着远去的大军呢,左手摇着扇子,右手捏着哈密瓜 边吃甜瓜边纳粮啊,这心里就别提多美了 这会儿啊,光顾着高兴可不行 还有大事儿等着他处理呢 于是啊,他就叫来了自己的长子莫三帕尔 说去,把那兄弟找来 那他找谁呀,他找他的次子 就是他那老二啊,叫做呼代巴尔氏 他让这老二啊,拿着自己亲笔写的降书 到清军大营当中找主帅呀,献书投降 那他为什么单单挑中了自己这个二儿子呢 因为啊,他心里有个盘算 这呼代巴尔氏啊,在清军当中的口碑不错 您还记得那个孤军范险 贸然的就进了库车城的清军将领阿敏道吗 这个阿敏道啊,虽然最后没能够逃回北疆 死在了戈壁滩上 但是啊,在库车城里,可就是这位呼代巴尔氏把他放了 并且呀,还给这些人提供了兵器 让他们杀出了库车城 所以呢,这清军拿下库车城之后 就有人呢,把这些事情禀报给了清军的将领 这呼代巴尔氏啊,在清军心中啊 那应该是一个好缠回 所以说这霍吉斯啊,才让自己家这个老二 去给清军献降书 就在八月二十九日 这老二在路上啊,可就碰到清军了 这赵慧军们啊,正率领着大军奔乌石城而来 走到今天啊,乌石县的阿和雅乡一带啊 天色已晚啊,正准备安英闸寨 就在这个公分啊,这呼代巴尔氏啊,他来了 那您想着赵慧他能不高兴吗 于是就赶紧命自己手下一员副将甘肃提督严相师 陪着这位少爷到旁边的大仗去饮酒 自己也可没时间饮酒啊,赶紧就拆开了 霍吉斯的这封亲笔信,也就是投降书啊 这赵慧军们打开一看呢,还真是用汉文书写的 上坠着千,下坠着万 这信中写道 和天城伯克霍吉斯,土耳门伯克,莫兰帕尔锦城 从前我等秦霍达瓦奇蒙大皇帝恩旨,金波罗尼都 与我同取叶尔强喀什嘎尔居住 曾前史随扎伦泰奏鸣情节 距霍吉斯,不听兄弟是拘留天使,尽从库车 回至阿克苏为众所拒,又欲来徒尔门 我等固守不纳,愿为大皇帝臣仆 哎呀,就这几句话呀,就能看出这霍吉斯啊 这老爷子心有多深了 他先得把自个儿这功劳摆出来呀 把这个清军的领队大臣呢,先哈住喽 这会儿啊,按我推算啊,这个霍吉斯不可能啊 知道这清军大营当中这个将帅的更迭 他有可能啊,现在还以为这清军当中领队的 还是敬逆将军雅尔哈善 他呀,可不知道啊,这赵慧来了 总之吧,他是先跟这个清军带队的大臣说呀 我可是这个大清朝有功之臣 你们别忘了呀,这准干儿韩国的末代大汗达瓦奇 那可是我霍吉斯亲手逮着送进的清军大营 紧接着呢,他就把自个儿啊,开始往外摘 开始甩锅 他说呀,和这个布罗尼都一起来南疆啊 去这个叶主抢和这个喀什嘎尔呢 是这个大皇帝乾隆的主意 也就是说呀,是大皇帝安排我 在这个大合卓布罗尼都身边工作的 那最后呢,他又说出了自己的无奈 他说呀,谁想到这小合卓霍吉站呢 来到南疆之后,他不听他哥哥大合卓的命令 不但如此,他竟然狗胆包天呢 还扣下了天朝的使臣 冒天下之大不韦 他竟敢带着自己的布众去攻打围剿库车的天朝大军 幸亏也天佑大清,他没能得逞 于是啊,他又奔了阿克苏城 被拒之门外以后啊,他又看上我徒尔门了 你说那我能答应吗 我呀就命令我的儿子 坚称聚首啊,把他赶跑了 哎,他可没说呀,是他使了苦州计才得脱逃 那这会儿啊,是不是有好朋友就该问了 说了半天了,乌石城,乌石城 怎么这儿又徒尔门了呢 这我没办法呀,他这信上的原文呢 就是这么写的 咱们呀前方讲过 这徒尔门是什么意思 徒尔门意思啊,就是屠鲁藩 这准个儿,韩国控制南疆的时候 把大量的屠鲁藩人呢,迁徙到了乌石 让他们种粮食 这人呢,都是种土安迁的 虽然被迁徙到了乌石 但是思乡之情啊,不能泯没 于是呢,就把这个乌石啊,很多地方都取了呀 和屠鲁藩一样的名字 什么海洋啊,卡拉河卓呀 碧展雅尔啊,等等等等 这乌石城呢,也被他们称作土尔门 就是屠鲁藩的意思 这霍吉斯啊,他在信上写土尔门 我呢,给您付述的是信的原文 所以说呢,我也只能是这么称呼 您能知道啊,这土尔门就是乌石的意思 就完了 放完了彩虹屁,表完了忠心呢 他还不忘了呀,往外倒的湖水 他说,至霍吉战原有以我之心 将我子职分居各城 经文我等归城,必拿进我兄阿卜杜冠尔 职阿卜萨塔尔等一 他说呀,您可别以为 我呀,在这个霍吉战的军中啊 作为作福,享尽其福 实际上不是 他们呀,对我压根就不放心 为了防备我们这个家族报成团啊 他把我们家族的成员 东一个西一个都分配到了 各个城当中 您看呢,这些城啊 他没有一个挨着的 我哥哥和我侄子呀 现在呀,还在他所控制的城中做官 这一下子呀,可怜了 我这儿啊,新乡大清的投降了 可是他们肯定惨了 不是啊,被折磨 就是被害死 这赵辉看完了信以后啊 又询问了一下 来的这个互带巴尔市 这乌石城啊,具体 归顺的经过 这赵辉也不能怠慢呢 赶紧派人呢 到乌石城受降 自己统领大军随后跟进 这赵辉军们呢 率领大军来到乌石城 这远远的就看见呢 有人从城中出来率领着大刀队 出城五十里来迎接 这为首呢,是一位老者 看样子年纪在六十岁左右 头上啊,啊这人家民族的习惯 缠着白布 往脸上看呢 虽然这个胡须花白 但是气色呀,非常的好 面色红润和年轻人一样 哎,这把胡子长得好 鼻子下边啊,一根没有 全长在下巴上 这赵辉明白啊 这呀,是人家当地 缠回男子叙叙的一种礼仪 跟这个中原男子不一样 身上啊,穿着江黄色的长袍 往下是一直压到脚面 这袍子上啊,星星点点 绣着红色的石榴花 胯下骑着一匹纯白色的大碗马 可这个老头啊,看这个精神就别提了 那赵慧知道这肯定就是霍吉斯 这霍吉斯啊,来到大军跟前呢 翻身下马,先给赵慧行礼 这会儿的霍吉斯他已然清除了 他知道啊,这清军的带队大帅呀 已然不是那个雅固书生了 换成了这杀人不眨眼的赵慧 那是惹定的,这赵慧的名声啊 早就从北疆传到了南疆 这霍吉斯啊,知道 这可是一个不好惹的猪肉 这位赏代双眼花鼎子 一等伯,定边将军赵慧 这会儿啊,也就是五十岁上下 个儿不高,能看得出来呀 曾经是个白面书生 不过呢,经过这个大漠风霜的锤炼 已然就成了一个红脸的汉子了 这海下并无续燃 只有我嘴唇上边留了凉撇短须 一走起路来刷刷带响 能听得出来呀 那里边罩的是锁子甲 外边穿着宝蓝色的 八旗布甲 从这赵慧的面相看 是一点也看不出来 就是这个人把整个准杆 韩国王国灭了种 想了想着赵慧的豪横劲啊 这霍吉斯不免的后吉令上啊 冒出了一股凉气 两个人见面以后 互送了仰慕之情 这就能看出来这霍吉斯啊 是完全懂得这大清朝的礼仪的 他和这个赵慧啊 就在乌尸城的城外 互相行了报见礼 要说这报见礼啊 在咱们书馆里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最早啊出现在 三藩之乱那套书里边 这耿金中尚和喜 还有孔有德 这些人呢 见到了皇太极之后 互相行的都是报见礼 不过呢 我们也能想象的出来 他们抱啊 只能是跪下来 抱着皇太极的大腿 是这个满洲人小辈 见着老人的礼法 第二次出现的 就是这个阿摩尔撒那呀 见乾隆皇帝 行的自然也是这种 抱大腿的报见礼 这赵慧和霍吉斯二人 行的报见礼 自然不能是这样了 他们行的肯定是兄弟间的报见礼 或者是报奸 或者是报妖 之所以选择这种满足的礼 这霍吉斯一方啊 肯定是觉得呀 这样做呢 就显得对天朝上国 统治者 满洲人的尊敬 而这赵慧一方则认为啊 这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没跟你数爱 这二人呢 可称是携手揽腕 一同就进了乌石城 到了乌石城的衙门当中啊 这赵慧呢 要办的第一件事 肯定是要把这亡命棋牌 供在大唐的正中 霍吉斯等人是连忙下拜 冲着这个亡命棋牌 请天朝皇帝安 这二人落座以后呢 不能总是屈寒问暖的 家长里短的 那总得有正事要办呢 于是这赵慧呀 就问济于霍吉斯 如何拿下这个叶尔枪和喀什嘎尔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如果呀 从这个乌石和埃克苏发兵的话 如果沿着沙漠走大陆 那么第一先到的必然是喀什嘎尔城 也就是现在的喀什 这喀什嘎尔啊 现在呀有几千人驻守 领兵的人呢 就是大合着波罗尼都 再往前叶尔枪啊 那是小合着的根据地了 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呢 这叶尔枪还在喀什嘎尔以南 不过这霍吉斯啊 给召会的意见呀 是这样的 他说现在呀 这小合着是跑了 他的去向呢 无非是两条 其一呢 无非就是去喀什嘎尔去投奔他的哥哥 大合着波罗尼都 其次啊 就是回到他的主城叶尔枪 这两个城加起来呀 大概有一万余兵力吧 咱们在这儿得交代一句 现在呀 无论是霍吉斯 还是这个赵慧 对于大小合着兵力的推测呀 事后证明都是错的 这大小合着手里掌握的兵啊 比他们知道的要多得多 那么对于如何进兵呢 这霍吉斯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霍吉斯说呀 咱们应该呀 从这个沙漠直窗过去 绕过喀什嘎尔 拿下巴尔楚克 直奔一尔枪 那赵慧说呢 这是为什么呢 沙漠行军呢 那肯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并且呢 中途啊 在巴尔楚克 如果遇到抵抗啊 还要交战 这一交战起来 这消息岂不是就被人送到了 喀什嘎尔和伊尔枪 那这么一来呢 这敌人有了准备 就起不到这突袭的作用了 这霍吉斯说呀 大帅呀 现在咱们根本就谈不到 突袭不突袭了 这小合着既然已经逃脱了 自然他就会让这些城啊 喀什嘎尔 巴尔楚克 伊尔枪 等等等等 做好准备 至于巴尔楚克这种小地方啊 或者是把人民呢 都迁移到喀什嘎尔 伊尔枪 或者是和田 要不接呢 下的死命令 自然是让守军聚成固守 所以说呀 咱们想打闪电战突袭的可能性啊 几乎没有 之后的战役啊 咱们也只能是拼实力 一不一个脚印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先打伊尔枪呢 一旦拿下伊尔枪之后啊 我们就阻断了 这个大小合着逃跑的路线 如果我们先去喀什 让这个大小合着 最后都躲到了伊尔枪 那他们能选择逃跑的路线 可就多喽 首先是啊 巴德克山王国 恒突斯坦王国 还有这个土伯特 那他说的是哪呢 实际上啊 就是今天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 还有西藏 咱们先说这个巴德克山 巴德克山韩国呀 也可以称之为巴德克山王国 是中亚的一个古国 在哪呢 就在呀 现在的阿富汗东北部 和这个塔吉克斯坦的东部 如果现在按行政划分呢 那就是塔吉克斯坦的 改尔诺到巴勒赫上自治州 和阿富汗的巴勒赫上省 这恒突斯坦呢 也称为恒突斯坦 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 靠中国这边 这土伯特呢 就不好理解了 这是维吾尔人呢 对西藏的一种称呼 也称呼为呀 哈辣土布特 从这叶尔枪穿过 枪塘无人区 就能到达西藏的 施泉河一带 如果说让大小合着 从叶尔枪逃跑啊 首先逃跑的方向 不好估计 其次呢 往这三个方向逃跑啊 都要经过大片的无人区 对后来的追击搜捕啊 也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如果呀 我们先兵取叶尔枪 把这大小合着的余部都逼到喀什嘎尔 这就好办了 他们要是跑啊 就只能往这个安吉岩 以及吉尔吉斯方向逃跑 咱们呀 要是往乐观方面估计 如果他们要是往这个方向跑 可能都不用咱们追击 这两个地方啊 跟这个大小合着都是世仇 他们跑回去之后啊 也是死都一条 无论是死的活的 很有可能最后啊 被当地人给咱们送回来 所以说咱们大军兵取叶尔枪 那就算堵住了大小合着所有的退路 这赵慧 听完这祸吉斯的这些建议啊 不由得暗挑大指啊 哎 这老狐狸啊 看来啊 早就盘算好了 是如何擒拿着大小合着 这些日子 他肯定是没琢磨别的 整天就想着是如何呀 投降清军 然后协助清军擒住大小合着了 这赵慧说呀 那既然这样咱们做不到突袭 大军也不忙进军 大军先驻扎巫师修整几天 我先把您的这个建议啊 汇报给皇上 这皇上很快就会有恩旨 首先呢 对咱们的作战计划是否实施 会有恩旨批复 然后我对您呢 肯定还会有封赏 果不其然的 没过多少日子 这北京城啊 就来了圣旨 这圣旨上说呀 霍吉斯本有勤祸达瓦奇之功 现又出谋划策 所以身为佳月 下旨 加恩西风公爵赏代双眼 孔雀花灵 宝石顶帽天马挂 荷宝 鼻咽湖 要是说呀 广从这个爵位上说呀 对霍吉斯的赏赐 并没有比呀 这额敏合着高 因为呀 从爵位上讲着 额敏合着呀 那可是背了 那高就高在 这海马补挂宝石顶 还有啊 这玉刺双眼花灵上了 因为这些呀 在大清朝讲啊 那可都是军功荣誉 这么一来呀 在大清朝的前线啊 军营当中 可就显得比其他来归降的 缠回首领们 要高人一等了 当然了 对这些事 这赵慧肯定不会 替他掖着瞒着 在给这个乾隆皇帝的奏报里 也是这么说的 赵慧说呀 这霍吉斯以额敏合着为贝勒 烧绝千功 其余伯克恶队等啊 拒不加礼 这个礼啊 他写的呀 是礼的礼 您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啊 是这个大礼的礼 也就是说呢 这个霍吉斯啊 认为这个额敏合着是贝勒 比他呢 稍微高一点 跟他是一个党次人 互相啊 还说实话 比较谦公一些 至于恶对那些人呢 他连搭理都不搭理 那么说着乾隆皇帝 远在北京城 就那么的信任 那么的喜欢 这位来头的霍吉斯吗 当然不是 我觉得呀 包括我的听众在内 当然也包括我了 都不会太喜欢啊 这种三姓加奴 左右逢源的人 乾隆皇帝对这个霍吉斯 早有预指 早早的 就停记到了赵会处 他让这个赵会啊 一定要把这个霍吉斯 盯紧了 一旦这霍吉斯啊 有什么怨言 对大清呢 有什么不满的地儿 就立刻安排他进京朝晋 绝对不能让他待在新疆 一旦这人呢 到了北京城之后啊 我这就好办了 他不是说了吗 这大小河卓猜忌他 所以才把他的弟兄子职 分居四城 那么这么一来啊 正好他不是这么说了吗 咱们就啊 把他的弟兄子职 到最后啊 都居在一个城里边 让这些人呢 不能出这个城以外的地方 说是圆了他一家团聚之情啊 实际上就把这些人软禁起来了 还是得观察他的动向 一旦有不满情绪啊 还是立刻安排他进京 当然了 在这个回众当中啊 如果有对这个霍吉斯不满的 出言不逊的 那么也得区别对待 如果是大小合作一党啊 那么逮着一个杀一个 抓住两个杀一双 绝对不能手软留情 如果在这些回人当中啊 既有对霍吉斯不满 又有对大小合作不满的情绪出现 那也不能让这个霍吉斯留在新疆 并且啊 以上这个原则适用于 以后抓住了大合作 波罗尼都 无论是秦货 还是主动来详 都要把大合作送到北京来 您看那这会儿乾隆皇帝 他也不坚持了 不像原来 他总是挂在嘴边上 说这准嘎二人呢 是游牧民族比较奸华 南江缠回 那是既住牧啊 他也种田 所以说是比较温和的民族 现在他的看法变了 看来啊 是让人家真打趴了 那么现在的大趋势呢 看起来就是啊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这才引来后文书 赵慧将军 盲目出战 是被困 黑水城 黑水城 我先看到了 我先给他吧 好 我先给他 给他 我先给他 他打开 我先给他